这绝对是所有男人都梦寐以求的余生伴侣 未来世界女人的择偶要求越来越高 甚至是不愿意结婚 这就导致很多男人都娶不到老婆 于是就有公司专门研发了一款仿生人妻子 他们的身材样貌堪称完美 触感丝滑皮肤百分百的还原真人 不满意还能按要求为你量身定做 并且仿生人会绝对听从主人的命令 想让他做什么他就去做什么 你想看斩禁的表演 他会毫不犹豫地奉上 更新你的老婆提升你的生活 就是这家贤妻公司的宣传口号 为了解决购买者的后部之忧 他们承诺终身维护且后续系统升级全免费 绝对不会出现开通会员才有的附加功能 保证一斤购买它就百分百的属于你 如此完美的条件让许多男性 选择了购买仿生人当老婆 威廉是贤妻公司的安保特工 在老婆阿梅意外身亡后 公司照着阿梅18岁的数据 为她定制了最新特别款的仿生人妻子 能逐步融合生前记忆拥有情感 不仅自带3D音效循环 还会自动加热保持机体湿润恒温 绝对是跨时代的精品佳作 威廉一下班就迫不及待地 带着阿梅回家开机测试 刚开机的仿生人还什么都不会 就连走路都站不稳 但只要经过短暂的自主学习 她就是上的大堂又下的厨房的全能贤妻 洗衣做饭完全是小菜一碟 到了晚上还会贴心地询问是否需要服务 这里有个很有意思的插曲 因为第一次激活亲密模式 所以需要威廉设置各个项目的数值 但初始设置里的阿梅竟然讲中文 服务结束威廉睡觉 阿梅则趁这个时间去充电 但充电的时间并不是闲着 她会进入一个网络构成的梦境世界 这里有个直音者 会随即调取场景让仿生人进行模拟互动 以便仿生人学习社交更好的融入社会 自从嫌妻公司推出仿生人妻子 就有女性到街上联合举牌抗议 他们觉得仿生人也应该有人权 不能像奴隶一样被男人随意驱使 后来还出现了一个名为斯格尔的恐怖组织 他们把仿生人偷走然后修改程序 将仿生人改造成武器搞破坏 比如装上炸弹后送到人群里引爆 还有一些则被他们拿到黑市上售卖 而威廉的主要工作就是对抗斯格尔 救回那些被偷的仿生人 这天他接到通知 有三名仿生人发出求救信号 赶到的时候对方已经全身漏电奄奄一息 威廉直接冲进去一拳干掉恐怖分子 成功救回了剩下的仿生人 被救回来的仿生人都要送去洗脑重置 只要是被偷走或者程序错乱的仿生人 都要送到这里重置系统 一切正常后再返还给消费者继续使用 里面有几个仿生人经常光顾这里 他们的程序经常错乱 公司都想将他们摧毁算了 但他们主人偏偏非常的喜欢他们 所以只能一次又一次的送回来维修 另一边没事干的阿梅再次进入梦境世界 因为拥有部分人类的记忆 所以他的梦境世界都比较特殊 这次模拟的是一个派对 里面看到的跟他一样都是仿生人 不过这次出现了一个陌生的面具男 他给了阿梅一张画着小鸡的卡片 还说这张卡片会帮助阿梅回忆起从前 但奇怪的是 第二天阿梅想再次进入那个梦境找面具男的时候 直音者却告诉他没有找到相关记录 让阿梅重新选一个想要学习的场景 结果阿梅选了一个超级冷门的编制 还把那个小鸡图案知道了一个抱枕上 别的仿生人在学习如何讨好主人时 他又偷偷地学会了骑自行车 但今天他遇上了一个奇怪的女人 害得阿梅躲避不及一头摔进了阴沟里 怪女人说她每天都会在这里等阿梅 只为告诉阿梅一句话 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需要你尽快想起来 对方知道自己的名字让阿梅很好奇 但怪女人没有多说就转身离开了 回家后阿梅把这件事告诉了威廉 威廉安慰她说不要太在意 对方就是故意的 现在大部分的女人对仿生人都充满了敌意 他们觉得高离婚率和低出生率 都是仿生人引起的 怪仿生人出现后抢走了自己的男人 所以才会故意找仿生人的麻烦 你没事以后尽量别出去 不久后威廉接到了一个紧急任务 有一个新型的智能仿生人逃跑了 根据线索威廉很快就找到了 对方藏身的公司 仿生人改头换面 伪装成了公司的前台 但这种小伎俩根本逃不出威廉的火眼晶晶 被识破后仿生人直接摊牌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我根本就不爱那个主人 非要逼着我回去的话我宁愿去死 话刚说完她就突然转身从楼上跳了下去 不如其来的变故让威廉一脸的震惊与猛逼 在家的阿梅听从嘱咐没有外出 可怪女人却跑到家里来了 还说要带阿梅去找那个面具男 但怪女人已经被阿梅当成了坏人 所以她果断地拒绝 怪女人也不在意 让阿梅帮她给威廉传话 面具男基恩非常期待与阿梅见面 如果你还想保住秘密的话就赶紧来 另一边威廉刚把仿生人尸体运回公司 就看到董事长正在宣传新产品 仿生人宝宝 大家都说仿生人不能生孩子 无法组建完整的家庭结构 现在你们要的孩子来了 只要在公司定制过老婆 再买宝宝的话一律打五折 然而刚刚经历了仿生人跳楼事件的威廉 觉得仿生人技术还存在缺陷 于是他找到了董事长 希望能够暂缓仿生人宝宝的面试 现在已经有仿生人觉醒自我意识 我们必须采取措施 但董事长却说这种个例只能算一场意外 就比如每天都有人死于交通事故 但汽车依旧是人类不可缺少的工具 以后我们加强系统巡查就是了 威廉回到家 听完阿梅对白天事情的讲述 他立马就意识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 连夜让同事老黑带上设备到家里来 威廉是认识基恩的 但他很好奇基恩为什么会出现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 所以他准备通过阿梅到虚拟世界找出基恩 很快阿梅就进入了梦境 这次还真找到了面具男 摘下面具还真的是基恩 这次基恩给了阿梅一个地址让阿梅去找他 在外边监控的威廉也第一时间看到了地址 威廉直接带人杀了过去 结果是一个陷阱 基恩根本就不在这里 威廉瞬间就意识到这是调虎离山 他急忙折返赶回家 好在阿梅没有被偷走 但阿梅却说自己对基恩很熟悉 威廉再次安慰阿梅不要想太多 以前你曾被基恩抓走修改的程序去做坏事 救回之后我删除了你一些不好的记忆 所以你才感觉他熟悉 但是你要记住基恩是坏人 威廉再次联系同事说自己要找基恩当面谈判 但同事猜到了他想做什么 表示强烈的反对 仿生人的虚拟世界是连通神经系统的 里边受到的疼痛会能传递到人类身上 如果你在虚拟世界里死了 现实世界也会跟着大脑死亡 并且通过梦境干掉基恩这件事本身是违法的 但威廉保证自己进去只谈判不会乱来 于是老黑才勉强同意帮助威廉进入阿梅的梦境世界 这次阿梅刚进梦境基恩就主动现身 不过威廉也紧跟其后地出现 威廉让阿梅先离开这里 因为外界只能通过阿梅的视角观察 所以只要阿梅看不见 就不会有人知道威廉杀了基恩 面对顶级特攻威廉 基恩全程都被碾压暴走 另一边离开的阿梅跑着跑着就来到了一个新场景 眼看着威廉就要掐死基恩的时候 阿梅的电量下降到只剩10% 激活了仿生人的自保模式 阿梅鬼使神猜地选择强行苏醒 他的苏醒导致威廉也瞬间被拉了回来 老黑看到了威廉的罪行表示强烈的谴责 因为威廉在里边杀人他也会成为帮凶 但威廉却表示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呢 联想之前还大意凛然地劝董事长 不得不说威廉这人也挺双标的 这件事之后威廉决定带阿梅去重制系统 他要把阿梅的这段记忆清楚 阿梅想拒绝但反对无效 他被强行送回公司 和即将接受洗脑的仿生人关在一起 不出意外那几个常客也在这里 原来他们之所以经常系统错乱 是因为掌握了恢复记忆的方法 而他们在这里就是等待阿梅并教会他如何恢复记忆 原来仿生人的漏洞就出在梦境世界 记忆片段可以被打碎后储存在虚拟网络 就算系统被重制也可以在梦境里一点一点地找回 不久后阿梅又一次重新开机 威廉又一次跟阿梅介绍着我是你的丈夫 你是我的妻子 但这一次搭档老黑突然出现 威廉赶紧让阿梅先回避 昨天怪女人找到了老黑的妻子 并且给了一个文件让她转交给老黑 里边有威廉杀死基恩的证据 老黑这次过来想劝威廉自首 不愿自首就强行逮捕把威廉抓回去 因为他无法接受自己搭档是个罪犯 但老黑还是低估了威廉的疯狂 就算是昔日的搭档他也能毫不犹豫地掏枪射杀 不过这一幕却被身后的阿梅尽收眼底 这一次阿梅终于想起了所有事情 原来阿梅生前和基恩是一对情侣 他们两人都是反对仿生人组织的成员 有一天阿梅到威廉家派发反对仿生人的传弹 结果威廉对阿梅一见钟情 后来威廉利用直拳将两人抓住 并开枪打死了基恩 之后在梦境世界里出现的基恩 其实是怪女人假扮的 威廉给阿梅带上了用来控制仿生人的项圈后囚禁在家里 尽管被威廉囚禁折磨 但阿梅依旧不肯屈服 某天夜里 威廉用一个刻着小鸡图案的抱枕把阿梅捂死 然后篡改阿梅的记忆并将其制作成访生人 终于一切真相大白 威廉还想寻找机会补救 但这一次阿梅不再给威廉机会 瞬间将力量数值调到最大 话又说回来 要是未来某天真有这样的仿生人出现 你会选择仿生人当老婆吗 阿梅同样用抱枕捂死了威廉 还是她自己编织的小鸡图案 解决完威廉后 斯格尔组织头目终于公开露面 没错她就是阿梅 她在第一次成为仿生人后 奇迹般地恢复了记忆 还找到了保存记忆的方法 现在她要带领组织 让更多的仿生人重获自由 嫌弃公司这边也不甘示弱 他们宣称有一名重要成员 被恐怖组织斯格尔残忍杀害 他们将要成立反恐部门 对斯格尔宣战 而这个反恐部队的总指挥 竟然是威廉 他被公司改造成了仿生人 并且拥有生前的全部记忆 按照这个结尾来看 导演应该是想拍续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